好的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 就是總統蔡英文 在今天的下午是來到了 臺中中心大學參加校慶 以及在校內所舉辦的 水土保持技師公會 會師大會 一開始他是先感謝與會人員 對於建設的貢獻 當然也不忘了要向大家來宣傳 要投下四個不同意 來聽聽他的說法 好 總統強調 今年雖然說受到疫情影響 但是臺灣整體的經濟發展表現 還是很好的 而能源轉型 現在也處在最為困難 而且比較重要的階段 雖然說各種挑戰一定有的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克服 也請大家務必要支持政府政策